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莎 正所谓新一年新希望 大家都应该重新审视过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从而设定一个新的目标 给今年在年尾前达成多少个目标 正所谓性格制造命运 在中国的玄学十二新潮之中 每一个新潮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只要自己的性格的优点和缺点 对于我们来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多多少少有帮助 有质改之无质加勉 知道身边的人的性格特征 亦可以从中在工作和感情和社交方面 能够知己知彼 能够配合对方和我自己的性格 而成就自己的愿望成真 在十二的生肖中 我亦会每个生肖找一个代表人物的名人 我们可以看看他以前和现在有什么转变 从而启发到我们 虽然命运不能改变 但可以改良 成就我们将来活得更加精彩 第一个生肖就是属鼠 代表人物就是郑秀文 属鼠的人的优点就是 观察力强反应快 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记智多计仔 乐天知名 善解人意多才多艺 其是在鼠女 女性方面 聪明乖巧 特别喜欢干净 喜欢自己的家 打理得井井井有条 当然Semi不用自己做 她也可以吩咐工人做 如果网友的女性 属鼠的话 可能你也有这样的特性 个性比较活弱多变化 而且利欲深强 富想像力和懂事务 好懂得利用机会爽浪活潑土人喜爱 属鼠的人的感觉都很敏锐 他们懂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好奇心也很强 任何东西和学习很快就上手 而且懂得巧妙地处理 你看她如何处理安心事件 躲起来几天后出来说些很淡然的说话 其实已经摆平了一件事 其实都处理得很好 好奇心强 由于有这种特性 所以对 fashion sense 有潮流触觉在这里 属鼠朋友的缺点 就是缺乏胆息 做事欠缺拍力 欠缺指挥能力 所以不太适合在商业机构做头 但好像Sammy 他不是做生意 但属鼠的人不够拍力 好像他以前很好地 几个经理人都可以辅助他 而且属鼠的人喜欢夜睡 你做娱乐圈的话 喜欢夜睡都可以 属鼠的人本身是善良的 但态度不礼貌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Sammy以前的那是什么 臭死有得你叫 但今时今日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决定 慢慢打磨得好 他都经过很大的努力 去信了宗教 现在好像去年 他都去疫症期间做义工 去拍摄屋邨的老人之家的铁集 送物资给老人家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这些缺点 你就觉得自己是没用 不好 其实任何的缺点都可以 经过时间和心机去改变 同意可以认识到很多贵人扶持你 有的朋友 代表人物有 张学友 森美刘德华和周秀娜 他们的优点就是 做事谨慎小心 脚踏实地 但行动缓慢 有搏打搏扎的集成 不轻易受到其他人或环境的影响 他们会依照自己的意念和能力去做事 采取行动前早已深思熟虑 而且做事有始有终 拥有坚强的训练和强壮的体棚 有牛脾气 但明辨是非 会安部就办事业心很强 最具耐力的 内心有强烈的自我表演欲 是一个天生的优秀领导才能 至于女性持家方面 是一个传统的言内座 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虽然婚姻方面不能太容易协调 因为他们有牛脾气 做牛的老婆 他们是帮得很劲力 很多把手倾家的男人 通常老婆如果是熟牛的话 一定是帮到老公 但如果他们都是牛脾气 小心这些大伙格 如果你真的扶作了老公有钱 老公如果外面见到 娇声嗲气的话 你就会输虚 至于熟牛的缺点 尤其是女性方面 因为不解温柔 经常都是牛脾气 虽然他们任劳任怨 但跟你一起共事的人 都有一点难受的 而且不是太有情趣的人 不懂得如何变通 因为经常都很努力做事 反而忘记吃东西 也有知 所以他们的腸胃一般不太好 而且他们不太容易相信人 多数都是坚持己见 有时会沉默寡言 亦都喜欢我行我素 固执己见 不善于沟通 所以如果你是熟牛 虽然有很勤力的优点 但你自己不太善于 和人们沟通的缺点 你在沟通方面 就要多多些功夫 所以我建议熟牛的朋友 就要多多学习 如何和人们沟通 谈笑用兵 然后可以以轮击石 就可以以四两步千斤 我们又说说熟虎的朋友 代表人物的周星馳 梁朝伟、陈奕迅和士嘉燕 他们的个性固质强硬 尊断横行 和喜欢冒险情强 越初摆越勇猛地战斗 他们红心万丈 对自己充满信心 富有男子气概 而且热情勇敢 富于冒险精神高于常人 做事积极大胆表现自己 处事霸道一言九鼎 四种生肖的人 很适合做老闆 人身自海 亦是四翼马 人身自海 虎、蛇、猴和猪 熟虎的朋友 比较喜欢圆耀 所以身边 无论是上司、下属、交朋友 你赚他几句 他会很开心 如果说星座 有些狮子座的性格 在优点方面 这种人也有做大阿哥 即是做领袖的条件 但缺点方面 他们颇为叛逆性 往往因为过分自信 而无法跟别人沟通和协调 喜欢独来独往 经常表现出极为极端性 缺乏浪漫情调 对伴侣的手段 都是独裁手腕 身边有个好朋友 她老公打老婆 真是熟虎 所以没说错 非常难相处 独套的代表人物 有姜濤和姻儿 肥妹姻儿 他们的优点是 心思细物 个性温柔 体贴体谅人 有语言天才 很厉害的口才 颇受人欢迎 个性善变 喜爱平稳无波折的爱情生活 善于娇仔 风度偏偏 处事谨慎 肚子的朋友 亦很讨厌跟人争辩 即是吵架你不用预许他 他们亦有一种能力 是能够化敌为友 他们很讲究美观 除了外表穿衣 连家居摆设 都很优雅 生性好客 礼貌周到 不同情心 乐于助人 而且在工作方面 他们仍然能够 保持业绩在卓越 属肚的人 有一个缺点 他们不可以 决定 即是决定不到哪一样 但有一件事 他们不轻易化脾气 因为他们本身 心地也是善良 所以这种人 最适合派他们 做一些PR工作 关于公关 打人制关系派 最适合 只要他们的缺点 就是因为熟肚的人 有些博爱精神 大众情人的心态 容易和人糾纏 感情瓜葛 缺乏 因为他不懂得说 不 如果东西送上门 他不懂得说 不 也不懂得选择 究竟我是A餐 还是B餐 好 所以感情有时 稍微混乱 他们对于生活 不禁于太过单调 乏味的生活 所以在生活 不断制造情趣 但对事情 是不会深入研究的 女性方面 又多仇善感 比较温柔 签约 其实说这种性格 会稍微适合做情人 多做老婆 熟龙的人 人蜜代表 有张曼玉 刘青云 黎耀祥 他们有强壮的体魄 精力充沛 活力无狂 骄气勃勃 有高尚理想 呼浪漫情调 是外面子的派头的人 凡事都不服输 做事过于自信 自我意识强烈 有远大目标 个性坦率 有领导才能 有强的运势 为人坦誠 绝少有卑鄙恶劣的虚伪行为 更加不喜欢搬弄是非 不怕艰难 每一件事情 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我身边有两位女性朋友 都是熟龙的 都是好像她这里所说的 性格 比较男子气概 做事一就一就二就二 对自己很有自信 目标很高很远 但她们都不喜欢搬弄是非那些 其中一位很特有 她很灵贯 老师常常说她做一姐 但她自己就不喜欢做一姐 她想辅助她自己公司的一姐 但是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熟不熟龙的人 如果不是 怎会有一句话 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时她们会躲起休息 但当她出现的时候 她睡觉后 她经理说她见下 如果当她见下的时候 她又会给到很大的生意 但她又不抢脱做一姐 所以她的经理认识了她 但她们其实也是有缺点 情绪不稳定 而且她们的梦想 设得太过理想 很容易无法抗她一些温柔的粉红陷阱 所以 比如熟龙的女性 如果遇到情骗 很容易中招 因为自己是太过觉得自己脱俗 如果有人懂得欣赏她 她会觉得 哎呀 你也是很不平凡 一生之中 有无数多罗曼蒂克的事 就算我身边有一位女性朋友 她结婚也好 其实她也是非常多的追求者 我不知道她是否出轨 当然不会在这里说 但问题是 她们也是找到这些romance 宿舍的朋友 人物代表 有吴君渝 郭杜成 和刘嘉玲 她们的优点 有神秘浪漫 斯文的外表 配以熟练处世的态度 风道翩翩 善于慈灵 和她们是冷静 和寻得住气 有判斥子中的斗志和精神 做事会按步骤班前进 感性和知性和力很强 她的头脑就是知识分子 很多很了解自己的能力 很重视精神生活 而且拥有天生的大陆感 和超人的洞察力 对于事情的判断能力很强 对于金钱的欲望也很强 一身的财运都非常好 从来都不缺钱 思路敏锐 和能够当机立乱 速战速决 我自己接触过吴君渝 其实她不是你想象中 这么大笑姑婆 这个人很好学 而且追求学问 我想她真的追求精神 生活的方面多些 但说真的 只是演员出来寻食 只有一些很肤浅的人 才会看她表现的东西 另外就是 她自己想看一个人 真正正的 看她身边的朋友 和看她的另一本 已经对这个人 有些不同的印象了 至于另一个刘嘉玲 其实我身边有朋友 就是认识刘嘉玲 尤其是比较熟悉的刘嘉玲 她也不是你表面看的 不过到时候 我儿子上来和我做直播的时候 我再说多些这方面的东西 先说一下这个属蛇的缺点 属蛇表面冷卧 佔肉强 个性有柔弱的一面 但不容易亲近 她们不轻易表露真心 更加不会随便和人家交往 身性爱慕虚荣 而且带着怀疑的眼光 情绪不稳定 感情容易有波折 由于她们天性 占有肉强 所以也会有机会 对她们有威胁的人 有妒忌心 但以我所认识 那么多聪明的人 其实很厉害的人 是不容易随便妒忌人的 亦没有这样的必要 因为各有钱人莫善人 但你也很难去避免 别人有机会妒忌你 如何处置 其实说真的 你不招人技士和容才 别人说话令你不开心 其实是因为她很讨厌 很渴望 她希望做到好像你 而她做不到 所以不需要太介怀 我现在说了六个生肖 已经十几分钟了 留下一个影片 再说下六个生肖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和like 我们稍后再聊 拜拜